紐約時代廣場今年水晶球的主題為 幸福的禮物 由2688個水晶三角板 和3萬2256個LED等組成 工作人員正忙著安裝水晶球 準備迎接新年到來 澳洲雪靈煙火秀 一向是開啟全球跨年的最盛大活動 但今年的煙火規模縮小 並且限制民眾現場觀看 英國倫敦不只取消煙火秀 地鐵也宣布暫停營運 民眾只能待在家中 杜拜仍會在全球最高的哈里發塔 施放煙火 民眾可現場觀看 但必須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而在韓國首爾 取消新年敲鐘儀式 該由預錄影片播出 紐約時代廣場儘管跨年演出 以及水晶球鬥數活動正常舉行 但現場只要少數榮譽市民參加 而且必須保持社交距離 大部分民眾只能在網路上收看 水晶球設計公司表示 今年的跨年儀式 將被寄予新的期待 標誌著悲情的一年終於結束 新唐人記者韓瑞 紐約報導